A.S.C.P. 787 The Plan That Never Was 不存在的飞机 Some等级Safe 偷证措施 A.S.C.P. 787当前被证用在Sector 28的04号机库 安保摄影机和声音记录设备被安装在A.S.C.P. 787的驾驶槽 乘客区和心理区已记录任何异常事件 在A.S.C.P. 787内发生异常活动的情况下 至少72小时之内不得进入A.S.C.P. 787内部 描述A.S.C.P. 787是一架波音747 200大型客机 生产日期和无线电呼号未知 A.S.C.P. 787的外侧都被涂上油漆 包括乘客区的窗户 在刚回收时油漆还是湿的 之后很快变干 A.S.C.P. 787的机械部分都没有损坏 并可以运作 且没有被使用的痕迹 A.S.C.P. 787的非机械部分 包括地毯 座椅面料和行李 都处于高度腐烂状态 驾驶和副驾驶的座椅被移除 替换为两个堆成椅子状的电脑零件堆 A.S.C.P. 787最初出现在1987年6月 在一片离华盛顿布雷默的顿约 宫里的旷野中 A.S.C.P. 787内有515具死亡个体的尸体 称之为A.S.C.P. 787A 其中死因各有不同 包括勒死 放血 溺死 饿死 枪伤 刺伤 和盾气伤 无论此因为何 S.C.P. 787A都在某种程度上遭受了肢结 包括割掉舌头 23具 剥皮 73具 在左掌上刻上犀利二字母 230具 没有发现规律 和衣橱指尖 498具 所有S.C.P. 787A都处于高度腐烂状态 不过没有显示出进一步腐烂的迹象 可见的幽影或无法解释的声音 将会自动出现在S.C.P. 787A内 这些事故不会在S.C.P. 787有人时发生 试图在这些事件后 经过S.C.P. 787A 将导致被来自S.C.P. 787A 通过未知力量进行的暴力驱逐 并伴随有严重器官损伤和内处血 其副作用的实现各不相同 但是一般不会超过72小时 在S.C.P. 787A内 记录到的异常事件包括 1998年1月8号 在S.C.P. 787A的左侧 出现撞击门和窗户的声音 持续了7分15秒 内部摄影机在此期间没有任何发现 1990年2月23号 从男洗手间听到男声 重复一句话 哲学家总是逃避高级增厚疗法 5次 1993年10月6号 机上电影萤幕启动 重复显示一句死去男性尸体的一系列 共7张的黑白图片 伴随有一个用杰克语朗读复刻手册的女生 持续43分钟 1993年12月27号 系上安全带标识灯连续闪烁了3小时41分钟 伴随有广播系统循环播放 Driveson Airplane的歌 White Rabbit的前15秒片段 1997年7月30号 模糊的人形出现在座位H43 并取下了紧急氧气面罩 人形戴上了氧气面罩 并站立了2分15秒 然后拿下面罩并走出画面外 人形没有出现在其他摄影机上 2001年1月15号 出现了一个约一公尺高的模糊人形 人形坐在副驾驶座上3分50秒 发出轻柔的唾气声 然后呕吐在控制台上 并离开了驾驶舱 对呕吐物的分析发现 一氧化二氮 土 鸟粪 和三个人类指甲 2005年5月5号 在整个SCP-787内 听到一个女生 说着 为了您今天的舒适和愉快 现在将供应搏煎饼 请不要离开您的座位 现在将供应搏煎饼 请不要离开您的座位 请不要离开您的座位 请离开您的座位 现在将供应搏煎饼 耶 搏煎饼 2007年9月9号 紧急氧气面罩被放出和缩回 重复了14分15秒 伴随有来自一组 10到20个人的惨叫声 惨叫声调 会随着氧气面罩的位置发生变化 2008年11月29号 在19秒内 其内部温度总设施20度 降低到了零下13度 持续了10分29秒 随后恢复平均温度 -501 2007年12月13号 SCP-787A 112的身份被确定 是 一名现在居住在乔治亚的 亚特兰大的退休盐光师 此人在12月14日 接受了基金会人员的调查 被发现 对在1987年6月发生的任何异常事故 都没有任何知识或记忆 另外 声称这辈子从没坐过飞机 这被他的妻子和儿子所证实 当前正试图确认其他乘客的身份 -502 对SCP-787的废物储存箱的检查 发现了一具额外的SCP-787A 称之为SCP-787A-516 是一名30岁左右的印度裔男性 其持有以下五品 三件实习装 外科口罩和橡胶手套 没上堂的贝瑞塔DT13弹枪 一盒TicTac牌布和糖 内有14颗肉桂口味布和糖 弹簧刀 把手被雕刻成一个裸体女人的外形 一个和鲁斯之眼护身符 由回收驴和麻绳制成 SCP-787飞行记录 坐标-2741-12270 被记录了5478次 电影《绝地大反攻》的票根 在背面被游信马克比写了数字92 SCP-787A-516 没有显示出和其他SCP-787A一样的腐烂状态 死因未知 -503 2013年6月19日 SCP-787的飞行记录器 从座位A13下方地板的一个隔间里被回收 隔间内充满了食棉和人血 而设备被牛皮纸包裹着 但自己念的时候却莫名的好笑 不过我觉得整篇文档气氛营造的蛮好的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我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用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成的SCP和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